度魔法十分疏散 你们的成长离不开一个母亲 母亲从开始怀孕 到把你们降生下来 到把你们浮予长大成人 所以我们一个人的成长 或者是任何一个生命体的成长 实际上都是在满满的母爱的 金泡中让我们长大的 所以是在西方就有一个圣母的说法 圣母玛利亚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我们东方佛法道法里面 师父也同样有一个圣母 实际上在我们古佛法里面 我们把这个度母叫做圣救度佛母 圣神圣的圣救度佛母 简称是什么 圣母 所以我们华人的圣母 实际上就是绿度母 那么绿度母本身 它是观音菩萨的一滴眼泪化现 当然当提到这个的神话故事的时候 大家都是把它当成神话故事 一个传说 说一个眼泪 怎么能化出一个神圣的度母来呢 实际上我们在座的各位都知道 我们今天的生命的形态 在这个低微空间 有四大生养的这么一个方法 叫胎生 懒生 始生 化生 中国古书还有一本书叫化书 就讲万物怎么化生出来的 怎么无中生有突然就化生出来了 那为什么观音菩萨的一滴眼泪 能够化成圣救度佛母 所以这个也没什么稀奇的 那观音菩萨 它是一个真正大成就者 它是一个无量光的一个身体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圆满的爆身菩萨 那么当它流下眼泪的时候 这个眼泪里面 除了我们知道的真水 因为它已经没有染污的水了 它不是我们地球上的繁水 我们地球万物的生长都要靠什么 都要靠水 没有土 没有水 万物就没有办法生长出来 那么在法界 圣能够化现成圣者 也离不开一个水和心火 那么还有什么气 还有气 我们叫心气 那么还有心念 心念就是神 那么这个一滴眼泪 那么这个一滴眼泪呢 它就是精 精水 然后 这个慈悲的心态 那这就是心气 心使气越强 那么观音菩萨的这个悲心 一念心 就叫神 所以万物 万物实际上就是离不开一个什么 精气神 这三种物质生成的 所以这个我们的一滴眼泪也会化生 化生很多的你看不见的 里面有很多的怨恨的信息在里面 如果您把它用放大镜看 里面很多众生 这是我们凡夫的一滴眼泪 那么圣者的一滴眼泪里面有圆精 圆气 圆神 那么它就化成了一个具备圆满 一个法报化三身的一个菩萨 那这是十分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不要站在我们人的这个 一定要有一个母亲把你生出来 然后你才会有一个身体 这样去想 实际上我们学佛者 我们早都知道了 那么未来你们去极乐世界 会不会带着你们今生的父母去呀 会不会 带不走啊 你是想去带不走啊 因为在那个地方不是今生父母 再把你生出来了 那个地方是以什么为父母啊 什么为父母啊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你还天天念阿弥陀佛 搞错没有 那个世界以什么为父母 哎 对了 你们天天这么念着 要往生西方极乐 愿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里面都有是莲花为父母啊 你们这个真去极乐世界 你们是化生的 是莲花里面化现出来的 化生生命体 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报生的 是报生去了极乐世界 不是你的念头去了极乐世界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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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来说 遇到你宽宝监了